長春養生密碼 很多婦女是到了更年期 特別是停經之後 就會發現罹患中風高血壓的 機率會特別高 細血管疾病不是男性的專利 但是和更年期會有直接的關係嗎 今天很高興提到的是 七美醫院生殖醫學科的主任 蔡永傑 蔡主任來到節目現場 主任早安 主任早安 好 主任剛剛一開始就提到說 其實剛剛提到一些像 中風 高血壓 其實不是男性朋友 才會容易得到 女性特別是到了更年期 這是為什麼呢 我們女生一到更年期之後 她的動情素會下降 但是我們所謂動情素就是雌激素 雌激素它本身有保護血管的作用 而且雌激素也會影響我們體內 那個膽固醇一些血脂肪的代謝 所以一到更年期之後 因為這個女性荷爾蒙的下降之後 女生這個血管保護的作用不見了 而且這個膽固醇會上升 這個血管保護的作用不見之後 加上膽固醇再上升 會使血管受傷 所以那個血液就容易囤積 囤積在我們那個血管裡面 造成女生的血管開始變硬 變硬之後 它就會產生一些高血壓 然後動脈硬化 甚至慢慢的就會有一些 心肌梗塞 中風這個症狀出來 原來是跟動 這個雌激素是有很大的關係對不對 那麼初期的症狀會哪些呢 可以提醒一些婦女朋友來注意 OK 像高血壓一般是沒有什麼症狀 如果你剛開始高血壓的話 如果說你開始有一點點中風 輕微的中風的話 有時候你會有暫時性的陰穴 如果說你已經到了那種 心肌梗塞的話 我們可以分成典型跟非典型的 很典型的就是那種 你會胸骨後面這個胸痛 然後它會輻射到你的手 這個是典型的 但是如果是女性的話 它比較容易以那種 灰典型的心腳痛出來 就是說它可能會憂鬱 只是心跳變快 然後臉色蒼白 容易疲倦 耳心呕吐 這個有時候都是那種 灰典型的心腳痛 尤其在女生特別容易出現 所以女生其實在停筋過後 這個雌激素就會特別缺乏對不對 所以我們也有一項統計 是不是可以看得出來說 的確這個停筋是一個關鍵 好像罹患心血管疾病的 比率就會提高對不對 這是不同年齡的女生 40歲的 45歲的 50的 50以上的 黃色這一部分表示它這個 已經停筋了 綠色是表示沒有停筋 不管在哪一個年齡層 你只要一進入停筋 你的心血管的疾病就高很多 馬上就跳起來了 就會明顯了 對… 主要的原因還是血脂蛋白對不對 它會怎麼影響呢 像我們女性的一進入更年期之後 這個擋固醇馬上就升高了 然後三酸甘油脂也升高 然後這個低密度的擋固醇 就是這種不好的擋固醇也升高 相對的這種好的擋固醇 就是高密度的擋固醇是降低 所以我們體內的血脂會變化 會變化之後身材就開始走樣了 所以你看有的人進入更年期之後 它的身材本來沒有那麼臃腫 它就開始會臃腫 就是因為擋固醇開始變化 會變化 所以你脂肪容易堆積在我們那個 像是脹氣型的那種脂肪堆積 你身材就會變胖 另外像你進入更年期之後 也一樣 因為進入更年期之後 我們那個胰島素 就是代謝血糖那個胰島素 它的功能也下降 所以一進入更年期 以這個來做分界點的話 你一進入更年期 你的糖尿病的機率也升高 這個很明顯從在更年期之前 跟更年期之後 就差別就差很大 所以你看像糖尿病 高血脂 這個都是我們剛剛講 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因子 你一進入更年期之後 這些通通都提高了 你當然就很危險了 是這樣 另外就是提到說 其實很多更年期的婦女 他們不太會重視這樣子的 甚至是不自覺的對不對 因為我們說好像是一些 高血壓中風 可能是男性朋友比較容易得到 其實有一些統計數據 可以告訴我們說 的確這個和更年期 有滿大的關係 對 大家不要以為說 心血管疾病只是男生的病 對 這是之前陳建仁教授 他做的研究報告 是 我們可以看 這個下面這一條線是女生 黑色的這一條實性線是男生 從40歲開始 女生的那種血壓就升高了 一進入50歲更年期之後 到後面6、70歲 女生的血壓是比男生還高 所以心血管疾病在年輕的時候 是男人比較多 但是你一進入更年期之後 不要再認為說這個是男生的病 其實你比男生還有風險 所以血壓的表現是這個樣子 擋固醇的表現也是這個樣子 紅色這個是女生 黑色這個是男生 這個也是台灣的報告 也是台灣的Data 你從40歲以後 50歲開始 那個女生的擋固醇 都比男生來得高 所以不管是我們的血壓 或是擋固醇 都會讓女生在陳建之後 比男生更容易 發生這種心血管的疾病 心肌梗塞等等 好 另外我們婦女朋友 該怎麼知道說 自己可能是高危險群呢 對 有一些婦女可以自己在家去測量一下 因為如果你產生這個代謝症候群的話 你就要比較容易發生性血管疾病 比如說你發現你的腰圍越來越大 大於35寸 那你到醫院去抽個三酸甘油脂 大於150 那比較高密度檔固醇小於50 血壓有一點點130 85以上 空腹的血糖大於100 你只要有這些症狀的話 你就可能會有高危險 不是 你就可能屬於那種心血管疾病的高危險因子 你這時候就要去控制你的體重 控制你的血壓 控制你的飲食 因為你等到有症狀再去看的話 都已經有病了 現在講的是預防醫學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地方去 自己在家做一個監測 所以就是體重 血壓跟膽固醇 都要好好的控制 好 今天非常謝謝蔡主任來到節目現場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